最便宜的RK3566传机 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 GKD Mini Plus终于到手了 大家应该也知道 这已经是我测评的第五台RK3566处理器的传机了 理论上它们玩起来不会有任何区别 Plus GANS和RG353V一样 都是出玩机 那么它除了外壳不同 以及价格略微有点优势以外 和安博尼克家的传机还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手里这台是白色的版本 目前没有配套的下巴 这个白是那种乳白色 给人一种很小清新的感觉 正面看的话 这两个红绿色的按键是真的非常吸引眼球啊 背后的尖键采用了同样的配色 因为本身并没有摇杆 左侧的两个飞机键被映射为了L13R3 方向键和功能键采用的导电胶 不是特别软 也不怎么硬 魂斗罗斜方向设计没问题 人者神龟放大也很顺畅 小悟空加速跑也很轻松 整体握索感就那样吧 书版机懂了都懂 我最近书版机玩的比较多 玩久了没有感觉到啥不舒服的 Plus的屏幕几乎占据了正面的三分之二 除了画面部分外 边框所占的面积相比别家的确实不小 玻璃面板采用了UV工艺 边缘有一点弧度 估计贴膜不怎么方便 屏幕为3.5寸4比3 480P IPS屏 右上方这个电源指示灯 琢磁不错 我平时早饭玩酒 经常晚上关灯玩这些赏机 这个指示灯 亮度比较低 看起来就很舒适 背后有一小串名文 标明充电功率为5V2A 电池为3000毫安时 其实Plus的外壳和之前的GKD mini完全一样 区别就是面板设多了个Plus图标 但别忘了 Plus有配套的下巴 升级了屏幕分辨率 以及新增了两种配色 在性能方面 PS1几下基本完美 虽然DC土型PSP这些 能玩的也很多 和之前的机型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显著的差别 那么它也仅仅就是一个RK3566芯片换科机吗 我们来看一下系统 按下电源键开机 屏幕会提示你 按下A键进入ES系统 这时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和353V差不多的系统 不按A的话就会进入自统列系统 没错 Plus一张系统卡就有两个系统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ES系统我目前的感受就是 相比353V的Jalos系统 多了两个Lua主题 某些图标不一样 退出里面的快速关机变为了进入自统列 以及功能键的组合方式不同外 其他基本一样 所以没啥好讲的 这个ES系统需要长按A键才能进入 说明官方更希望玩家使用自统列系统 这时的自统列系统看起来大体和之前相同 但很多地方都有所升级 上方有7个图标 分别是接近魔力线 掌机魔力线 家用机魔力线 椅子游戏 在椅子游戏里 这时老张的机器终于可以玩POSE游戏了 里面比较好玩的就是这个人者神规了 卡段什么是根本不存在的 就是受限于屏幕分辨率 画面效果很一般 这个图标是啥意思 保险规 里面有文件夹是屏幕放弃 哦 千语千询 这个劲力啊 屏幕显示效果意想不到的还不错 下一响是最近玩过的游戏 最多可以显示12个 什么关机也算啊 最后就是各种系统设置啥的 可以切换ES系统以及更换主题 我最推荐的就是那个Modern主题 风格很像OD系统 各种图标一目了然 就一种很质朴的感觉 对这模拟器图标案外 会有关于模拟器的说明 如果你在游戏中遇到了问题 就可以在这里查看 比如这个GBA模拟器里 就有关于金手使者使用介绍 非常的人性化 这里呢 我们用龙珠大冒险这款游戏来对比下画面效果 很明显 plus的亮度比353V低不少 画面色彩偏冷 看起来还可以吧 353V这色彩明显调的太浓了 看起来反而也还有些怪 我认为这个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进游戏的速度 从按下按键的那一刻到游戏打开 只需要3秒 而目前这些主流开源系统 按下按键到金主游戏要差不多7秒的样子 确实快不少 按F2打开菜单 右边有组合键和每个按键的功能介绍 这确实方便了不熟悉这些涨期的玩家 来试下金手指功能是否有效 嗯 居然还能选关 这功能有点多啊 这个确实比全能模拟器的金手指用着方便 只要一提的是 这些东西不用你自己了 到官方群里下车整合包即可 接下来来试下按键依射做的如何 我现在把外车为了攻击 依射为了跳跃 退出 再进入 设置还在 再换一个游戏 设置依旧还在 那车做的还可以 来看看打飞机效果如何 这里选的是阶级版的班级 首先IF1加下旋转屏幕 再把B键和A键设置为L3R3 也就是这两个飞机键 然后退出就可以开始玩了 有专门的飞机键玩起来确实要爽一些 相比全能模拟器 屏幕旋转的同时 省去了改方向键键围的步骤 PSP这种独立模拟器 就享受不到前面的那些糟糟做了 不过也不需要 屏幕虽然不大 但玩完魔界村这种类型的游戏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模拟器也有金手指 完全不用担心被队 好了系统功能就介绍到这里了 目前为止 自动炼我用下来 确实比全能模拟器要方便些 很适合从未玩过这类掌机的玩家 众所周知 GKD的团队不大 当初宣传的WiFi和蓝牙功能 目前自动的系统还没有增加 说是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做出来 滤镜和ZPG Pro一样太少了 只有线性过滤 LCD2 LCD3 XBRJ 这种滤镜 能用的就只有XBRJ这一个 相比另一个系统选择确实太少了 这个XBRJ只能说凑合用 画面清晰度相比LOMO4X绿剑差一些 目前新游戏会有小概率出现方向键不能用的Bug 只需要退出模拟器再进一次就行了 然后 诶 目前就发现这些 不知道下巴有没有啥适配问题 我平时玩的游戏也用不着摇杆 这样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GKD迷利Plus作为老张的第一款3566掌机 配合上简单用的自动炼系统 玩复古游戏是相当出色 无大摇杆就意味着拥有同类型里最小的机身 另外呢 机器本身有着十分温润的手感 重量也只有178.8g 便携性拉满 偶尔从兜里掏出来玩玩GBA是相当的舒服 GKD迷利Plus在质感性能和价格方面 可谓是相当的均衡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速满机 那么这款掌机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看更多掌机测评的话 一定要记得三连下关注啊 我是兴徒肉 一个掌机测评 关注我再了解更多掌机